为了书运端午廉价返乡出友人潮 台铁在6月8号到13号 全线将会加开各级列车 共204班列车 民众从5月25号临时零点开始 就可以透过网路和电话语音订票 端午书运期间 东部干线共会加开147班 西部干线共计57班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